常常听人家说 如果你想跟海豚游泳 新西兰是最著名的地方 常常听见他的追金故事 你就知道他这个人有多热爱大自然 特别是关于鲸鱼 海豚 我们总是很羡慕他 哎呀 你又看见 为什么我们来了这么久还没有看见 过去20年 他在香港研究海豚 很多人听见就说 你研究海豚 是不是在海洋公园当训练员 我说不 是研究野生的海豚 我没有做过什么有这样的能力 去选择和研究海豚 是以海豚选择我而已 他努力维护海豚生存环境 我要站在海豚利益的一方 那么在这种冲突的情况之下 是我常常跟人产生摩擦 几乎只有他自己去对抗 这么大的基建项目 情绪上会有很大的压力 如果不是神的保守 实在不可能跨过这些难关 奥克兰海港大桥 全长1020米 横跨怀特马塔港 连接奥克兰市中心和北岸 是西西兰第二长的桥梁 也是重要的城市交通枢纽 八条车道每天通过的车辆 超过十万辆加斯 海港大桥是奥克兰标志性的建筑之一 也是著名的旅游景点 游客可以在大桥的观光通道行走 还可以爬上大桥的钢篮欣赏风景 大胆一些的也都可以尝试跳蹦极 体会一跃而下的快感 大桥底下是天然的深水港 潮帐的时候会有大量的鱼类在桥下 所以聚集了很多的钓鱼爱好者在这里垂钓 奥克兰沿岸的水域不仅有常见的鱼类 连海豚、鲸鱼这些大型的海洋生物 也经常可以观赏到 从香港移民到新西兰的Samuel洪佳耀 就住在奥克兰东边 他经常在家附近的海边捕捉到鲸鱼的身影 我知道新西兰四周也都有海豚 但我没有想过我居住的奥克兰 也这么容易看见鲸豚 那么我在网上也有跟随一些群组 他们就会通知 有时候他们看见虎鲸、杀人鲸或是海豚 他们就会通知 那么我们就会跟着这些线索出动 其实有几次很接近我家 基本上从我家走到沙滩 大概五分钟了 我想大约有四五次了 看见那些欧卡虎鲸游进河口 那么游几次更接近到我们前面沙滩 有几条游得很近 每一次看到非常兴奋 我从来没想过住在城市一般的地方 能够这么容易看见我们自己很喜欢的那种鲸豚动物 说起鲸鱼 Samuel就立刻滔滔不绝 为何他对海洋生物这么熟悉 其实是因为在过去二十多年 他一直在香港做鲸豚研究 过去的二十多年 主要在香港就研究鲸豚动物了 主要就集中研究中华白海豚 还有江豚在香港水域的出没的状况 主要是他们的树木 还有他们的分布状况 还有他们的生活习性 当然了 还有我们要留意 就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可能面对的威胁 那么这些威胁 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 或者他们的存亡 这全都是我们研究的主要项目 其实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研究科目 其实我从小我就很喜欢一些生物 那么记得我小的时候 看英文电视台的一部纪录片 叫做变变变生命力 那个纪录片就扩宽了我的眼界 因为我小时候 其实是一个很少户外活动的人 从小我妈妈会带我去教会 我们的活动就主要都在教会跟家里面进行 我不像我的同学 常常去游山玩水 出海或是露营 我不是那类人 但是我觉得我对大自然的好奇 全靠看这些纪录片而建立的 还有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生物科 我读中学的时候 有一个很好的生物科老师 他让我对生物科充满兴趣 所以当我去美国读大学的时候 我心里就很渴望 就说能够对生物有一点多认识 所以我就选择了生物科 当我读大学的时候 在南加州圣地亚哥读书 那里本来就有很多研究海洋生物的地方 那么我上了一课就专门讲 谈论海洋动物 包括我最喜爱的鲸鱼 海豚啊 所以竞争非常大 所以对我来讲 当时我也不敢有这种奢望 将来能够在这方面就找到工作 这些东西 Samuel从小跟妈妈去教会 但他自己真正开始经历神的恩典 是在读书时期 其中一个奇妙的经历 是在大学毕业之后 Samuel想继续做海洋生物研究 但众多硕士申请都石沉大海 只有一位海豚研究专家 愿意给他一个见面的机会 其实当时就觉得呢 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就去认识一下这位学者了 后来呢才知道 原来他是研究这个海豚界的 这个殿堂级教父级的人物啊 那么他听我说 说我是香港人啊 那么我想研究海豚呢 我知道香港呢 有中华白海豚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去回去研究 他就在他的文件柜里面 拿了一件东西出来啊 好像是会训之类的啊 原来当时候香港就已经有一个团体啊 叫香港海洋公园金屯基金 原来是他好朋友成立的啊 他说哎 你拿回去看看啊 那么我知道这个基金的总监在香港啊 那么你就去联络他了 他是美国人啊 那我就去联络他了 然后那个美国人听见 哇香港人呢 我很喜欢海豚呢 你快点回来替我做一些实习了啊 我马上就答应了 那么我觉得当时是我的人生的转捩点 那么当时是1997年年尾 第一次就跟他出海 看见这个中华白海豚 然后呢认识什么是海豚研究 每件事情都很亲切啊 因为那里是我的家嘛 但是更奇妙的事情就是呢 当我实习完毕之后呢 当时我正在修读硕士啊 我还在说啊我的论文要写什么啊 他说哎你别想那么多了 就在你夏天回来香港啊 你替我工作啊 那么你的论文呢也不用担心啊 下一年呢你也不用上课 你就是写论文而已 你回来香港啊 我给你论文的题目 你呢就一边替我工作 一边就做你的这个研究论文啊 当时我真的是充满感恩了啊 后来我听我爸爸跟我讲 其实当时家里面的这个经济能力啊 负担呢就已经就出现困难 当时神为我们家庭就已经安排好了啊 那么让我可以完成学业 还能够赚取这个生活费啊 更可以投身自己梦寐以求的工作 那么对我来说呢 这已经是莫大的恩典了 但其实继续还有很多 我回到香港之后 这位美国学者呢 一看到我回香港 他就回美国了 那么他就留下了我 我在那两三年所学的东西啊 我想在美国二三十年啊 可能都学不到 因为在一个没有竞争的这个环境呢 但一切全靠你去做的时候呢 人会快速的成长啊 就好像海绵一样 不断的这个吸收经验 很简单啊 我记得刚刚回到香港呢 第一次实习的时候 有人发现呢 有一只中华白海豚的尸骸 那么我的同事说 给你一把刀 你去解剖 我说我没有解剖过 他说你没有解剖过 你是生物科 因为我中学五年级的时候呢 我只解剖过一只牛眼 我连生物都没有解剖过 所以我从一只牛眼 已经变成变一台豚 把它剖开 把内脏全部拿出来 取样本啊 把这个头割下来 去肉 把这个头骨拿回去 我想如果在外国的话 一定不会留给 低级员工去做 但是呢 我却在那里两三年间呢 刚刚回去 没有人做 就全推给我做 当时呢 政府方面呢 给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又知道我读这个科目 那么又什么也愿意做 看起来好像不计较 所以呢 在那两三年呢 神就给了我一个 就是一个梦寐以求 不可能的机会 那么因为他的安排呢 可以说在天时地利人和 全部都适合的情况下 去做这个工作 如果不是依靠神 我怎么能够达到 人家的这个期望呢 我觉得这是神的祝福 不是我自己的能力 可以从事所热爱的研究 Samuel非常感恩 作为海豚研究专家 他的工作也跨越不同领域 为什么工作方面 比较顺利呢 但是仍然面对着很多的艰难 因为我头上戴着三个帽子 第一个帽子是政府的专家 因为这么多年来 主要的研究经费呢 全部都是来自政府的 渔农自然护理署 而政府对外发放的资讯呢 全都是我们做的研究 第二个帽子 是为一些私人公司 或是一些工程的承建商 做的这些顾问工作 主要是这个海豚研究的工作 可以说呢 是我的客户 是商业方面 但是呢 我还有第三个帽子 就是保育 因为我们自己成立了一个 香港海豚保育学会 这个学会呢 本身就是一个非牟利团体 主要是保育的工作 教育的工作 那么还有很多与传媒的访问 让一些市民呢 能够认识 所以我们所关心的议题 所以可以想象 三个帽子 三个角色 这是互相拉扯的 在香港 中华白海豚 经常在北大雨山 进青山水域 沙州 以及龙谷州海岸公园 赤辣角 和大澳一带的水域出没 也会在南大雨山的分流 以及所谷群岛一带聚居 而香港近年 两个大型的基建项目 就在这片水域进行 一个是港珠澳大桥 一个是机场第三条跑道 因为我们做海豚研究的 跟保育工作的人呢 其实是阻碍地球运行的人 你发掘工程 还没有进行的时候呢 已经预知有问题 你必定会发生 但这是国家级的项目啊 所以呢最后 我只能够无奈地接受了 但是一直看着大桥新建啊 这个眼见海豚的生活 直数越来越差 心里很着急 我甚至常常向传媒讲说啊 港珠澳大桥呢 对海豚的影响啊 我就得罪了很多 跟我合作的人啊 包括政府部门也好啊 或是工程的成建商也好啊 或是工程师也好啊 我们看起来总是要跟他们对抗 其实因为我觉得呢 我要站在海豚利益的一方 要维护他们的利益 所以呢我要为他们发声 其实这个港珠澳大桥 并不是最艰难的 最艰难的是紧随其后啊 因为机场呢 新建第三条跑道 会有一个很大型的 这个填海工程 我们就匹马当先啊 常常责骂香港机场管理局 你不要新建第三条跑道了 但是那个工程真的很昂贵啊 港币1360多亿啊 那么我想今天已经超过 1000多亿港币的工程啊 其中牵涉了多少人的利益 所以呢当时我不断的去对人讲啊 说那么工程师学会就来找我了啊 啊香港机场管理局也来找我 一些亲政府的传媒也来找我啊 目的就是看有什么方法来攻击我们啊 当时真的是很艰难 因为甚至我们一些亲密的战友啊 啊就也转往政府的一方啊 啊其实这也不是最伤心的 因为机场管理局呢 找到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 就是找我的师傅 啊那是就是美国专家了啊 带我入行的师傅来打击我 他帮助机场管理局说啊 新建第三条跑道对海豚没问题 因为呢海豚受到影响啊 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回来啊 我们只要做一些保护措施 就没问题了啊 但是我呢就坚决的跟他对着干啊 其实我真的是很伤心的 因为我觉得神啊引导这个人啊 带我回香港从从事研究 给我这么多机会 更成为我写博士论文的导师啊 跟我的关系就非常亲密 就像父子一样啊 师徒的关系 但是因为这个工程 我们变成对立了 本来的关系非常好 因为这件事情啊 大家好像断绝了来往 这个代价真的好大 我想这个工作若是我来做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坚定 明知是不可能 但仍然要这样做 你知道这是对得起神 所以他继续坚持 但在心情方面或是 情绪方面仍然有很大的压力 他有与我们分享了 真的有很心痛心碎的时候 是啊 但相信是上帝自己的 这个带领了 来这么度过那些艰难的 这么一个时候啊 这么多年 我就说充满感恩啊 神就给我这个专利啊 那么香港呢 只有我一个人做海豚研究 主要是这样啊 所以呢 不论他们有多不喜欢我 他们仍然要找我做海豚研究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专利啊 这个专利呢 是一个双刃剑 你可以拿着这个专利呢 为海豚谋取幸福 但是你也可以拿着这个专利呢 挣很多钱啊 那么我觉得因为我的信仰 让我知道 什么是合乎神的心意 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我一定要站在海豚利益的一方 因为是他给我有研究海豚的这个机会 那么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争取来的啊 我觉得这是我的天职啊 所以呢 不论如何啊 面对抉择的时候呢 我必定站在海豚的一方 我不会站在其他付钱啊 资助我也研究的一方 也因为这个原因啊 让其他的这些环保团体呢 或者记者啊 他们就很尊敬我 那么反过来呢 别人知道我得到其他保育团体的支持啊 他们就也不敢对付我啊 明显的对付我了啊 所以呢 万事互相效力 就像在各方面这个拉扯之下呢 我就站在这个平衡点上啊 可以说仍然顺利地做啊 我要做的事情 现在Samuel一家 很享受在新西兰的生活 不论生活空间 子女教育 以及工作压力 也大大改善 Samuel也有更多时间 思考自己和神的关系 当然是为了儿女啊 但我觉得也是为自己啊 向往有一段时间呢 自己可以安静下来 休息一会儿啊 看看书啊 还有在信仰方面呢 看看有没有更新 还有反思啊 所以在四年前呢 就来了新西兰啊 来到这里呢 整个环境不一样 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可能因为没有亲人 没有亲人 没有朋友 必须要认识一些新朋友 开始多一点的开放自己 我们与教会的弟兄姐妹 多一点深入交往 这些在香港是不可能有了 因为没有时间啊 没有这样的空间呢 与弟兄姊妹啊 在生命上的交流啊 我觉得来到这里呢 对我来说是一个 很大的祝福 他真的是盼落两人 以前去教会总是黑着脸 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 他来到之后 也不是立刻改变 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 忽然间常常主动跟人聊天 就是教会里的一些朋友 也会说很欣赏他会主动地关心 弟兄姊妹这样 他是一个非常热心助人的基督徒 他不是光说要帮助人 而是亲力亲为地做 他会主动找一些新朋友 会关心他们 他真的陪伴他们做一些事情 真的有实际行动 不是光在嘴巴里说 除了关心他人 作为宝玉先锋 Samuel希望更多人 能够重视环保 更多关爱神 所创造的这个世界 什么是关爱创造啊 就是神创造了人 其实呢 他有自己的心意啊 他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 其实他给人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就是管理万物 但是人呢 管理万物呢 管理的一团糟啊 因为这是有罪的关系啊 但是神呢 就喜悦我们 关爱他的创造 因为这是他看为美好 这不仅仅是对洪家药 对一群研究海豚 对一般保育的分子讲啊 是对所有的人讲啊 是所有的基督徒 是所有的人 他创造你在这个地上 你不仅要找工作 要赚钱 这么简单 你要好好去管理大地啊 基督徒呢 更有这个圣经的话语啊 提醒我们 我们是责无旁贷啊 但我们很多 不论是基督徒 还是一般人呢 其实就忽略了啊 甚至忘记了 神委托我们 在这地上要做的工作 所以这个关爱创造的议题呢 就让我开始思想 到底基督信仰啊 呃 我们的信仰跟环保 是什么关系 是不是只是我们这一群 环保工作者的工作呢 还是每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 也应该要做的工作呢 他的关爱呢 创造教导是十分有祈祷性的 会导致我立刻反思 不是今天 我们可以在这地上任意妄为 完全不用顾及环保啊 因为地球早晚会被消灭了 而是我们要积极的参与保育 呃 从事神呢 在这个创世纪呢 给我们的使命 照顾动物也好啊 植物也好啊 整个生态也好啊 所以他这个教导 对我来讲呢 是很深刻的 我希望在往后的日子 神会借着圣经更多 就向我说话 啊 给我有更多的机会 向弟兄姊妹分享 我很渴望呢 能够回应神给我的恩典 因着对海洋生物的热爱 因着神的带领 赛米尔投身海豚研究二十多年 其中有快乐 兴奋 也有心酸 艰难 但不论环境如何 他仍然努力持守神的教导 持守着信仰真理 如果你想更多认识赛米尔 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 欢迎你致电恩与生命热线 或登入我们的网页 与我们联络 我们很乐意与你分享基督信仰 愿神赐福你 其实我们认识的虎鸡 在全世界七大羊都有分布 其实他们在不同的地方栖息 那么也有不同的生活习性 喜欢吃的东西也不一样 但在新西兰很特别 在新西兰他们只喜欢吃一样东西 英文叫做stingray 中文是铺鱼或是魔鬼鱼 他们会在一些这样的泥滩 那么魔鬼鱼通常会就浮在泥滩上 那么虎鸡就会冲向水浅的泥滩 去捉他们来吃 所以就是这么水浅的航道水道 他们会游进来 但是他们很聪明 这么浅水他们也不会喝浅 他们很清楚这里四周的环境 所以每一次会在水退之前 就游回到水深的地方了 祝你一点别看顾 就算飞 飞到海极的尽存 你心恩仍陪我身边 纵时树叶落花草到腐脸 但我知道寒冬别像终结 你的手每天诗印根深锻炼 寒夜里有你与我伴随 福音可以透过电视电台 网络平台 送到世界各地进入千家万户 有那种马上就被爱的感觉 福音可以借着倾听关怀 聚会分享滋润干渴彷徨的心灵 我现在觉得自己有个盼望在 福音可以因着你对恩语之声的祷告 支持与奉献传扬得更广更远